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集结大批部队进行巡航 南部战区进行巡航 并表示任何在中国周边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都在掌握之中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中美两国在2024年拉开了第一场对峙的序幕 美国连同菲律宾在周三开始 与我国南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联合巡航 这是美菲两国在两个月内进行的第二次联合巡航 上一次是在台湾连续了三天 这次时间虽然短但是规模更大 双方各自派遣了四艘军舰 总计八艘前往南海海域 虽然说菲律宾人派多少战舰都是凑数来的 但是美国这边的阵容就比较庞大了 不仅派遣了一艘神盾巡洋舰和两艘神盾驱逐舰 还派遣了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但就规模看来 可以说是非常郑重了 与此同时我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应对 一往菲律宾海军来的时候 我们就派出海警船来进行应对 但现在菲律宾拉上了美国航母 那我们自然也就会派遣军舰进行定型巡航 针对这一事件我国给出的表态是 任何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 尽在掌握之中 如果说双方真的擦枪走火产生什么冲突 我觉得肯定是不会的 毕竟目前中美双方的关系主打的就是一个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美之间的地缘矛盾基本没有 双方也不存在使用军事力量 彻底消灭另一方的可能性 所以两国就把重点放在争夺世界影响力上 反正就是一句话 绝对不能让对方闲着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南半岛铁路一体化 美国就控制阿根廷全面欺美反华 引发全球关注 中国推动中东大和解 动摇美国的中东政策根基 美国就支持菲律宾违背对中国的承诺 公开挑起南海纷争 南海地区对于我国的意义相当于 中东地区对美国的中调性 都属于是国际公认的实际影响力控制范围 甚至南海还是我国的领海 如果一个国家连自身实际控制范围内的事情都搞不定 也就不要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制定有机规则了 美国最近一年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快速变弱 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 现在他们镇不住中东的场子 而这也就是本次美国人在南海 拿出来航空母舰的原因之一 他们打算和中国玩换家战略 既然我在我的地盘上守不住自己的势力 那么我就转手为公 在对方的避旧的不弱点进行打击 如果能把对方的影响力也拉下来 那么自己的影响力就约等于没有下降 只不过美国人这么做忽略了一点南海和中东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南海作为我国领土 本身可以得到来自我国岛礁基地 以及后方的援助 而美国人在中东和南海地区的保障基地再多 那也是老实远征 也不可能让海军舰队永远都在远征 早晚有回去的时候 我国的左传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 叫做郑伯克断鱼烟 这篇文章讲述了郑庄公和其弟弟争夺国军位置的时候进行的斗争 郑庄公的弟弟骄纵愚蠢自大傲慢疯狂 每一次都能占郑庄公的便宜 但是郑庄公在最后利用自己弟弟骄纵傲慢疯狂的行为 使其进入众矢之地 从而合理地夺得了国军的位置 现在美国人的每一次疯狂和扩张 面对的都是中国以及周边东盟国家的反感和厌恶 因此每一次虽然我国在舆论场上 尤其是国内舆论上好像是吃了大亏 但是在实际行动方面 我们都是占便宜的一方 从日本购买钓鱼岛开始 美国河惨案 南海重彩案 佩洛西窜访台湾 每一次中国在舆论场吃亏之后 都能得到实际的好处 很多人都把中国的忍让当成了软弱 但是中国的退让是一种姿态 我们愿意让杜一部分自己的利益作为交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 愿意接受中国的条件 并且也让杜一部分利益和中国搁置争议的国家 当前的发展都非常不错 相反如果在中国退让之后仍旧咄咄逼人 想要对从中国身上拿到更多的好处 那我国也不会放任不管 自然会进行反击 这次我国发出的声明 就是在警告某些国家 不要把中国的好意当成软弱 更不要把中国的退让当成可亲 任何试图在中国身上占便宜的人 最后都只会害了自己